欢迎大家观看树的研究为您呈现了 首先是你这个视频给大家讲的内容是 如何 其实讲过很多 就是如何松散的放料 就是我自己认为最好的 松散的放料的方式 就是用你的左右手 包括去之都是一样 首先把这个八层拍照的 就你可以挤出来怎么样 不管你啊 就是放在手上 就你看 就你看站着 这有点血腥吧 你看有点露出来 站着去之 这样去之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推荐用纸巾呢 因为纸巾有一个问题 就是里面有毛屑啊什么的 纤维啊什么的 就会有别的意味 所以我们推荐用手 就你实在没有办法用纸巾 用那种去油纸 去油纸 然后你看 弄完又是这样子 然后呢 你看我们在 我们在这样子 看到没有 这样一片一片的这样放 我这还是有点快 我这还是有点快 我这味道啥味啊 有点像 有点像羊梅姿啊 把什么牌子 你看就这么放啊 高雅一点 高雅一点 就这样 丢不进 当然实际情况 你应该站着看着 就是道理 就是一片一片的放 一片一片的放 这是最好的方式 这是最好的方式 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 就你看就变得非常的酥 也不是非常的干 因为我们没有非常用力 但是呢 手变得很长 要有点一下手啊 然后你再弄好以后呢 再弄好以后呢 你看再用你的挑针 挑一挑 挑一挑 你看就非常松 非常松 这时候呢 你不需要管下面的洞 不需要去管它 因为肯定是松的 即使它堵住了 即使它堵住了 我告诉你 我教你一种办法 这样子 把力量吹走 稍微有点缝 稍微有点缝 吹一下 就可以让它出来了 就可以让它出来 然后就变得很松 你看 眼镜就非常松 看到非常松 这五孔的是这样 其实中孔的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等一下 人家不看到我 这视频过去也行 等一下 信仰 这个搞笑 就中孔的 你看中孔的 有很多的方式 用勺子散一勺 然后呱呱呱呱呱呱 我以前是这样的 这样其实还是不够松 为什么要松呢 因为松散燃烧的面积 要更大 当然它会牺牲掉 一部分的口感 但是呢 它的那个烟幕量 味道各方面的效果 都会非常好 因为它这样子的 烘烤面积是最棒的 大家看看 你看我这样子放 跟你那个 把头管都掉下来了 这是我撒的技术不到位 你经过千锤百炼 可能就会耍得很准 我这样耍 撒完了 撒完了 撒完了以后 你看你看 我这有点浅 有点浅 这样挑一下 它就非常松 非常节约你的料 而且呢 效果呢 会比你密集的料多的方式呢 效果会更好 就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台湾 所以需要用工作台 需要用工作台 然后呢 把这些突出来的部分 这样突出来的部分 稍微压一下 或者调一下 重新把它摆个位置 用手啊 或者用叉子啊 什么的 这样子呢 就会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这样的体验是最好的 这样体验最好的 当然好 当然也被排除你 扑出来一圈 像前天圈一样 他们搞也是可以的 就 其实怎么说呢 我们在做的事情 很多都是 可能人家要培训 才会教你的 那实际上 为什么我们不做培训呢 第一呢 我们觉得没时间 没时间 另外呢 就是培训的大哥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策略和方法 就你付了那个钱 让他们给你去做培训 实际上 就买了他们的时间 提高你的效率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实在想要更快的 而且其实这个钱也是可以花的 但我们是不做 我是不做 但是有人在做 你让我推荐的也可以 也可以 我们不会在里面收什么费用 没有的 只是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培训 就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怎么样的 那教些什么 就 就他们学我 还是我学他们 其实大家都是相互学习 不存在师父啊 前辈啊 老大 没有到 没有 大家都是平等的 就相互学习 这东西可能他们自己 也能通过自己摸索出来 比我们更好 比我更好的方式 毕竟我没有开水 我不知道 他们更出爱业 我们是 我是很实在的 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不爱 不爱那个 你懂的 就是这种情况 好劳息 又爱身体健康 拜拜 这样就最好 真的 这样非常好 我每次 就是我想要非常好的体验的时候 我就会静下心来 用我的手 好好地做一会 好劳一下 拜拜